好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56堂课 离世间品 在56卷里面呢 我们继续来讨论离世间的法门 那这个离世间法门 是从普惠菩萨的200个问题引申出来 这个法门是依据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阵行 乃至于到最后等绝 庙绝的果位 而依施设的问题 那看起来好像是分开的很多的不同的灵散的问题 事实上它是有次第的 那经过清凉成观国师的整理跟解读 我们对这个整个架构会一目了然 尤其是今天会讲到的内容 第一个问题就是何等为众生的无碍之用 相对于在第八个回向 真如回向 真如回向是依着我们的自信真如而产生的大愿力 一体启用 体用无碍 所以这个是一个修行的最究竟的境界 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 常常都会感觉有所障碍 不管是身有爱 心有爱 乃至于觉得人世之间呢 有很多的障碍跟挂碍 那当我们开始来修行 我们向往的佛的自在的境界 那佛的自在境界呢 我们就要先知道 自己的障碍是在哪里 所以到了第八个真如回向的地方呢 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何是无碍 那有的人他会以为修行就是放下 放下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那什么都不要管了之后呢 那众生的习气 众生的烦恼 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通通都不要管 不要做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就都没有事 既然佛法是空门 那我就做逃避的修行 逃避的修行 只是暂时解决我们现前的烦恼 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逃避可能只是眼睛不要看 耳朵不要听 在任远镜里面就讲到 这个叫做内守悠闲的境界 内守悠闲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假象 粉饰太平的假象 所以到了第八个真如回向的时候呢 它其实依据了前面回向行 大家知道呢 这修回向行就是把我们前面累结的修行 做一个更大的提升 就是一行祈愿 一行祈愿要回向给三个目标 一个就是我们依着自己的真如自信 因为我们的内心呢 其实跟佛没有差别 但是因为我们迷路了 所以一直向外追求 而不向内启发 所以学佛修行了之后 第一件事情 先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宝 所有的问题要返求诸己 从自己内心当中开发宝藏 第二要发心广度一切的众生 这个众生呢 跟我们一样 我们内心有自信众生 我们外在也有外在的一切 形形色色的众生 所以要广度亲友与非亲友 一切的众生 那广度众生要带到哪里去 要到究竟的境界 究竟成佛的境界 所以回向无上菩提 这个是我们在回向品里面呢 学到的三种 目标三种回向 回向给自信的众生 回向到无上菩提 回向依着实际礼地的修持 那到了这个第八个 真如回向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观念啊 彻底的发挥 所以真如回向相关的问题 就是无碍的问题 我们知道有真念心 但是我们的心呢 在运用的时候 不够自在 不够彻底 所以到第八个境界 这普惠菩萨就问 何等为无碍用 那依着无碍用 就有以下这十个分别的问题 就是众生如何无碍 差如何无碍 差就是地点 时空都要能够无碍 才是真正的无碍 法要能够无碍 生要有无碍 所以这个是十个境界 那当我们有了这十种 无碍之用了之后呢 就进入了第九个 无福无佐解脱回向 这时候就是游戏神通 所以这里呢 依着这个顺序啊 就问了何等为游戏 何等为境界 何等为利 的问题 到最后呢 入法界无量回向 就有何等为无碍 不共法 何等为业 乃至于什么是生 的这个问题 那这里就提到呢 就是我们世间最高的层级 接下来就要进入了十地 十地的地方 所谓十地呢 从欢喜地开始 到最后 法云地 这个十地是菩萨正式的修行 清正真如 而产生的满愿之行 所以依着十波罗蜜 而开始来广修六度万恨 所谓悟后起修 才是真修 那没有欢喜地之前 那我们不是就白修了吗 不是 我们在欢喜地之前 是依着自己的善根福德 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 还在模拟式的修行 借着佛的经验 我们跟着 一步一趋 学着佛的身 学着佛的语 学着佛的意 乃至于身口意 用模仿的方式 跟实际上自己 真正知道如何做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 所以我们没有亲自 证明自己的本体 是真如心的时候 修行就很容易 有这个静静退退 来自于会新生障碍 新生烦恼 那到了出地之后呢 了解那个涅槃的实意 了解怎么样远离颠倒梦想 彻底的远离五种部位 不活位 死位 恶民位 阿众威德位 所以到这个地方呢 就真的新生大欢喜 因此在新生大欢喜的 这个欢喜地 就有相关的问题 清凉成官国师啊 把他做了一个次地 有一些问题是重复的 什么是生业 何等为生 何等为雨 何等为静修雨业 何等为守护 何等承办大事 他的次地里面呢 第一就是进入欢喜地中 应该是用什么方式来进入欢喜地 所以叫做住地中行 我们要进入欢喜地 那必须要依据什么样子的身口意 来修学佛 不是在羡慕一个结果 最重要的我们看到每一个诸佛神通的境界 每一个修行自在的境界 我们要问是如何的方法才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如此的自在 我们在这社会上啊 都是在羡慕别人 或者是嫉妒别人的结果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问 他是如何达到这个结果 任何事情成功 我们自己也要问 我是如何能够成功 所以所谓的不居功 不为过 就是因为我们只是从原因上来反省 来检讨 那如果修行 我们都能够从阴上来反省 来检讨 来关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成就 果得 所以欢喜地 当然结果是欢喜的 但是是依着什么样子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欢喜呢 所以这里呢 就有四个问题 依和声 以和音 为何意发心 有何向周变心 所以依和声 声是一个集合的意思 所以从声来变声 从雨来变声 就有六个问题 所以依声来变声的时候呢 我们听到身体两个字 就有两个想法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 五蕴的这个色声 所以从色声的声夜来看 这个声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修 现在的五蕴色声 那声除了色声之外 还有法声 所以约法字体名声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到有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就是声 何等为声 怎么过两题 又问何等为声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别 所以第一个何等为声 相对于入法界无量回向 我们要怎么修呢 第一个要修成 不来声 不去声 不识声 不虚声 所以第一个呢 不来不去 明明身体就是来来去去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修一个声 要修到不来不去呢 所以我们知道呢 如来有十号 为什么它叫如来 因为它叫做 成如实道而来 成如实道而去 所以既然是成如实道而来 那如来师生到底有没有来呢 其实他不来 因为他不在世间受身了 不在轮回了 但是他既然不轮回 他为什么还来 我们还会看到佛菩萨的化身呢 因为他要来广度众生 所以他来等于没有来 他不是因为轮回而来的 就好像呢 在地狱里面呢 有地藏王菩萨 他不是因为犯错 所以呢 被关到地狱去 他是为了要去地狱里面 度众生 就像监狱里面呢 有三种人 第一个是被关进去的犯人 那你是因为业力 所以被关进去 第二个呢 在监狱里面工作的 要管理这监狱里面的犯人 的行政人员 典狱长 或者是领察 所以呢 这就像什么 地狱里面呢 有阎罗王 有这个狱卒 有夜叉 他就在守着锅子 不要让你逃出来 所以这是在里面工作的啊 他每天呢 都要依着他的责任而 依着他的工作 他必须要在那个地方 上班打卡 那第三种呢 就是进出啊 是去做什么 教诲的 像宗教师 教诲师 牧师 这种神职人员 那他去探视 他去关心教育 他也可以自在地 来来去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来了 可是我不是不得已而来 这叫做不来而来 所以其实我们要修到了 真正的自在啊 就是要 这个可以不来 也可以不去 但是不妨碍 来来去去 所以有的人会问哦 说 你们禅宗啊 说 这个净土就在净心中 不可向外别寻求 那既然 这是你没有要去净土 那阿弥陀佛就不用来接你 那如果你不去极乐世界 不去阿弥陀佛那边 那你哪有地方去 你是不是就没地方去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修禅的人要去哪里呢 那修禅的人呢 也不妨碍啊 阿弥陀佛没有来接我们 我们可以自己去啊 所以这就是啊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这个身虽然不来不去 但是不妨碍我们到各个地方 去自在的结缘 所以最后一个身呢 叫做普至身 与三世佛同一身 所以若诸菩萨安住此法 则得如来无上无尽之身 这个是入法界无量回向的第一个 我们因为呢 在深夜上呢 已经修了一个很大的因缘跟善法 所以我们的身自在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叫做何等为身 那这个第二个身 就是指法身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何等为身 他这边的答案就是 诸波罗密身 四色身 大悲身 大慈身 福德身 智慧身 法身 方便身 神力身 菩提身 所以这个身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修行 修行就是化身 我们所谓有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啊 代表慈悲的 叫做观世音菩萨 所以表示 如果你也修慈悲行 你每天都很慈悲 你就等于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如果呢 你很有很大的怨心 那你就等于是 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那你如果很有智慧 那你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如果你的实践力很强 那你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所以四大菩萨呢 你要成为四大菩萨的代言人 并不是 你就要打扮 成这个跟菩萨长得一样 就要身披阴落 然后穿个古装 或者是手上拿个杨柳枝 去找一头大象来骑 就叫做普贤菩萨 就叫做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你一身 都穿着白白的飘来飘去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 其实不是 就是你修到了他的精神 他的法身 那你就可以是 菩萨的化身 所以这个第二个身呢 指的就是智慧的法身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这里的这个整个结构啊 就可以知道 虽然是同一个问题 其实它代表的是不一样的向度 不一样的面向 所以那接下来呢 就讲到雨夜 什么是雨 什么是进修雨夜 那进修雨夜的结果 你的守护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要认真 亲近的注意自己的言语 你就可以守护你的道夜 最后呢 叫做能成所作 就可以承办大事 所以这个地方 这四个问题呢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跟雨夜相关的 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说话 就可以修到成办大事的这个功德 就可以成所作 好 再来呢 欢喜地要以何等发心 何等发心里面呢 我们第一个就要先知道 自己的动机 然后我们发菩提心 才可以发出正确的心 那发了正确的心 就会有周边之心 那最后呢 这个除了如何进入欢喜地之后 那进入欢喜地 还有第二个叫做安住地心 你要安住在欢喜地 安住在欢喜地呢 我们知道欢喜地啊 还要发大愿 要发欢欢喜喜的供养诸佛 欢欢喜喜的广度众生 欢欢喜喜的成佛 学佛就是每天要欢喜 那安住在这个欢喜地呢 就有这个题目 什么叫做一切的诸根 就是我们的引耳鼻舌生意 应该要如何来安住 就能够产生欢喜地的效果 所以这是跟欢喜地相关的十个问题 那我们这一卷呢 到了第二个离构地的问题 就是这一卷的内容 所以第二个离构地呢 有六个问题 六个问题里面 我们知道离构是要修 实善的戒心 清净的戒心 所以离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清净 清净里面呢 有两种清净 第一个是我向往渴望 我希望达到清净 所以叫发起净 发起净有两个问题 什么叫做身心 什么叫做增上身心 我们知道呢 阿难在《楞严经》里面 听明白了开悟的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叫做将此身心奉承刹 是则名为道佛恩 所以何等为身心 何等为真上身心 就是希望能够有清净的发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依着这个身心 要勤修 律仪 这叫三聚境界 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叫做设善法界 第二个叫设律仪界 所以这个地方呢 情修的内容就在讲 设善法 设律仪 第三个最重要的叫饶意有情 那饶意有情界 相关的问题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用什么决定界 什么观念来持戒 持戒呢 是非常需要正确的观念 否则你就会持得呢 心惊胆战 心里面产生怀疑跟犹豫 所以一定要有决定界 就是你要知见很肯定 那再来饶意有情 你要如何用决定界 来骗之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 来自于骗之众神界 如果你不能够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其实进入这个世界 就会有困难 所以到第二个离构地呢 就讨论了六个问题 受持清净的戒法 来护持我们的清净的戒体 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内容 我们看一一的每一个题目 感觉好像是一个个别的题目 其实经过祖师大德的串联 乃至于我们自己知道因果关系的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 原来这些题目中间 都是有相关性的 那相关性的问题 再把它串联起来 我们的整个修行的蓝图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应该有什么反应 如何的努力来排除万难 让自己更趋圆满 你就会以目了然 所以读离世间品 可以帮助我们 真正的彻底的远离 这个世间的颠倒梦想 让我们的智慧大开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继续要来做功课 要把这个离世间品的内容 真正的来研究的透彻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 非常清楚而究竟圆满之路 今天的开示至此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记归 已经懂了 2 3 3 sl